共享电单车没提供头盔 结果有人因为骑共享电单车死亡之后 家属还把运营公司告到了法院 要求赔偿近40万元 幸亏法院这一次又主持了公道 红星新闻报道说 江西永峰有一位宇先生 前一阵子跟别人聚餐喝了不少酒 酒后他扫码扫了一辆共享电单车 想着骑车回家 然而可能由于酒后对身体的掌控能力大大减弱 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咱们酒后不单不能开车 也不要骑电单车 甚至自行车都不要骑 为什么 因为人体一旦被酒精麻醉之后 说实话你是掌控不了的 这位李先生也是这样 骑着电单车结果一下子就摔倒了 而且由于他没有戴头盔 头衔着地 导致最终一命呜呼丢掉了性命 这确实是个悲剧 然而谁能想到悲剧发生之后 李先生的家人一直诉状 把这个共享电单车的运营公司 给告到了法院 他们说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你骑电单车的时候 你得戴头盔 确实全国很多地方 交警现在专门抓那种骑车不戴头盔的人 抓到这要罚款50罚款100 所以李先生的家人据此认为 既然你这家运营公司 你提供了共享电单车 那么你就应当提供头盔 你不提供头盔 你这就是违法行为 继而由于他们的家人 骑了你的电单车 没有戴头盔 发生了交通事故 头先着地之后死亡了 所以你要进行赔偿 人家要求这家公司赔偿 他们近40万元 可问题在于 人家共享电单车的运营公司 只是提供这个电单车给你使用 他们在运营的时候 确实很难再提供一个头盔 不然大家想怎么办 所有共享电单车里 再放一溜的共享头盔 而且那个头盔很容易被人拿走 所以到今天为止 确实几乎所有共享电单车的运营公司 都不提供头盔 那么怎么办 如果你要守法的话 你就最好自己戴个头盔 要不然你就不要去骑这个共享电单车 可是并不能说 人家提供共享电单车的公司 就一定得提供头盔吧 而如果不提供头盔 发生了意外 他就要负责吧 这个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呀 所以幸亏法院主持了公道 一审就判驳回原告的所有诉情 原告的家人死亡 完全是因为酒后驾车 自己导致的和共享电单车公司 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原告在败诉之后呢 也没有上诉 所以这成了终审判决 家人死亡了 我们当然理解他们的心情 但问题是 你也不能把这个货水 引到人家电单车的公司啊 那么多保险 这样子 有